2015 美国大学美式足球冠军赛 奥勒冈大学压队迎战 二亥俄州立大学企业数队 奥勒冈大学冠军赛开打前 将面临很困难的抉择 迎战敌军二亥俄州立大学 到底该穿哪套球衣上场呢 毕竟他们的格西比起拉拉队女生还真不少 两名主力球员受伤后 二亥俄州立大学企业数队 只能由第三线四分位琼斯上场 率领11名新人 好在还有迈克 塔玛士和德文 史密斯 重重夹攻之下还能出手接到球 海斯曼得主马力奥塔 过去一年天上地下为他独尊 可说是一副当官万夫莫敌 后场有三头烹火巨龙猛攻 以及他最爱的远传街球员达伦卡林顿 七夜树队则有防守猛将乔伊野兽不杀 不过奥勒冈大学的防守超霸咖 敌队跑风以西杰艾略特应该能轻松过关枕架 年轻有为的七夜树队能为十大联盟争光吗 还是说鸭队又能为龟毛教练 俄本迈尔赢得冠军杯呢 只可惜最强的东南联盟球队只能在家吃咖地啦